当时有人向主席汇报了 发现了孙子兵法等等这些 毛泽东主席也非常感兴趣 他有希望能够看到这个情形 山东临沪发现千年汉墓 墓中出土了传说中的孙子兵法 和实传近两千年的孙并兵法 直接轰动了整个考古街 这次重大考古发现 结束了关于孙武这个人 存在与否的千古争论 甚至连毛泽东主席都想要亲眼看看 上面究竟记载了什么 那么这究竟是谁的墓葬 孙子兵法和孙并兵法 为何会出现在同一座墓葬当中呢 1972年 山东临沪银雀山上正在施工 没想到竟意外发现了一座古墓 工人们立即将这个发现 上报给了当地的文物部门 两位考古人员前来勘探以后 顿时就不淡定了 这是一座西汉时期的墓葬 周围早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群众 考古人员丝毫不敢马虎 这座墓穴看起来比较简单 就是在岩石上开凿出来的 当发掘到果实 考古人员就发现 因为长时间的埋葬 里面充满了积水 墓主人也只剩下了一堆骸骨 不过令人比较激动的是 透过清澈的积水 能够清楚看到里面的陪葬品 除了一些漆气和淘气之外 还有一大堆细长的墓条 考古人员疑惑不已 墓主人为什么要在棺果中 陪葬那么多的墓条呢 有经验的专家表示 这很有可能是装刮过蔬菜的竹篓 因为长时间的浸泡散开了 所有人也没有在意 从里面提取出来 就放到了车上 说实话 当时所有人都把这当成了垃圾 甚至一个个还失望不已 就在下午的时候 一位考古人员发现一个竹条 飘到了水面上 顺手就拿了起来 这一看可不得了 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地 好像是一个个蚊子 而且仔细一想 这些清理出来的竹条 大小基本相同 而且并没有弯曲的迹象 一个大胆的想法 充斥在他的脑海里 难道先前发觉的 都是竹简不成 考古人员小心翼地 清理掉竹简上的泥土 上面的蚊子显现了出来 齐桓公问管子鱼 还有勤募公问百里希 他不仅惊呼了起来 这是竹简 这真的是竹简 而且经过研读后发现 这些竹简的内容竟然是孙子兵法 要知道孙子兵法是现存最早的兵书 但是对于这本书的作者争议一直比较大 虽然记载当中是孙武所诸 但是史料中关于孙武的记载少之又少 甚至有人认为孙武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 而这本书其实就是孙兵写的 眼前这座墓葬的主人会是书的作者吗 从里面又能否揭开这个千年谜团呢 当时有人向主席汇报了 发现了孙子兵法等等这些 毛泽东主席也非常感兴趣 他有希望能够看到这些 山东邻里发现千年汉墓 墓中出土了传说中的孙子兵法 和失传近两千年的孙并兵法 直接轰动了整个考古街 这次重大考古发现 结束了关于孙武这个人 存在与否的千古争论 甚至连毛泽东主席都想要亲眼看看 上面究竟记载了什么 那么这究竟是谁的墓葬 孙子兵法和孙并兵法 为何会出现在同一座墓葬当中呢 根据司马迁所说 孙武去世后一百多年才有了孙并 按照这种说法 孙并应该是孙武的后世子孙 而且历史上孙并也写了一本兵书 名字就叫孙并兵法 然而这本兵书自战国以后就失传了 后世就有很多人认为 其实孙子兵法就是孙并所写 然而这一切都在这座墓葬出土以后 有了新的解释 在接下来的清理当中 考古里面还发现了两件特别的文物 一个就是一把生了锈的铁刀 还有眼前这件不知名的器物 从陪葬的兵书来看 墓主人很有可能是个武将 难不成这也是什么先进的武器不成 不过联想起之前出土的竹简 专家推测这很有可能是个急 是古人写竹简的时候使用的 而那把铁刀很有可能就是削竹子用的 那些竹简被送到国家文物局以后 专家就马不停蹄地开始的试读 而就在这时在这座墓葬旁 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座墓葬 里面同样也发现了竹简 并且这个竹简相比于上座墓的竹简 长上了许多 就在试读当中考古人员发现 出土的简毒不仅仅有孙子兵发 还有孙病兵发 要知道之前大家都以为 这两本著作就是同一个 这简直是头一次发现 也证实了孙武孙毕各有其人 甚至各写有一部兵书 很快这个消息就在全国散发开来 甚至连毛主席听说以后都大吃一惊 想要亲眼看看这两本矿石兵书 专家们更是卯足了劲试读 经过连夜的编排 终于将这两本兵书试读了出来 虽然上面的一些兵法已经过时 但是也有一些直到现在还适用 不过牧主人究竟是什么身份 竟保存着这两部兵法呢 由于没有兵器的出土 考古人员推测 牧主人很有可能是将军府的谋士 这两本兵书的出土 让我们不得不感叹老祖宗的智慧 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感谢观看